大家好,今天3月26日,Investology 舉辦的免費理財投資的線材課程 我是Henry,你們好,先開鏡頭望一下 Hello,大家好,看看有沒有什麼熟朋友在這裡 Henry,看到你了 他在在有沒有朋友是第一次聽我說話的 有的話,打個1字給我看一下,在哪個室內 我想都統計一下,有多少個新朋友在這裡 有新有舊 Simon,Hello,你好,Simon Tang 吳偉良,Hello,Hello,你好 我看到有些我之前未接觸過的朋友 都登記了我們這個workshop 我想我也介紹一下自己,我叫Henry Hello,Pekky,認得你 Kin,Hello,你好 Joulis,陳先生,你們好 周末快樂 好啦,我沒有習慣看到自己的樣子 大家打個招呼就行了 我就不想看到自己的樣子,經常都照鏡 好啦,很開心跟大家見面 今天就是我們這個理財投資的線上過程 這次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以往來說,還有朋友舉一下手 Kathy,Hello,你們好 喔,不好意思,我抬慢 總之很高興可以認識到你們 那這次其實不是我第一次 搞一個這麼寬的一個topic的workshop 因為由我2014年教班開始 其實我都是主力都是教期權 從頭到尾都是教期權的 這次我想是第一次我講一些理財投資的概念 講一下為什麼會搞這個理財的線上課程 我想一個主要原因就是 這兩年疫情 我想應該這麼說 整體很多人的生活都辛苦了 有些就招筆補值,份工沒有了 更甚至也看到有不少人要投資到很失禮 上個禮拜二大家有留意 恆指落到18,200點 有些朋友就哭股喪 就是說股票輸得很慘 有些就給我看那個帳戶 不是賣帳戶 就是說他買了200多萬的股票 就剩下70多萬左右 那怎麼辦呢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你 就是500多元買了騰訊那些 那可以怎樣呢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答你這個問題 那我見到其實這個情況很普遍 因為很多人買股票其實都很聽消息 或者是聽一些股評人說兩句 或者朋友說兩句就衝進去買 結果也都出現了很不沉述 都不是那麼容易捱的一些虧損 那我見其實這個疫情期間大家都捱得辛苦 那開頭就想著全民檢測 那大家還要禁足 那我打算搞一個這樣的工作堂出來 那大家可以躲在家裡都聽聽我發瘋 那怎麼知道原來這個檢測是全民的 那不是真的 就沒有檢測了現在 但anyway我覺得這個線上課 我覺得也很有需要去舉辦的 那說一說一件事情 早幾天有個舊生打電話給我 很久沒見他了 無端的打電話給我 就跟我說 問我記不記得哪個哪個 有一點點印象 那原來這位 即是哪個哪個 那就不在了 那為什麼呢 那就是走上絕路 那其實都很可惜的 那當然原因 可能是真的投資失利的導致 那當然是什麼原因 大家都未是很詳細知道 那但是聽到這些消息 我想是非常之很傷心的 那 那 即是有時候有很多朋友做投資 會損手爛腳 那但是第一 那為什麼要損手呢 那怎麼可以避免到這些情況 減低這些問題出現呢 第二就是說 有時候你儲來的錢 其實是很不簡單的 有血有汗的 這樣輸出去其實是很不值的 這件事 再者就是當你輸到金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屋樓兼逢夜雨 即是可能剛巧你這裏又輸錢 那份工又沒有再 老闆又炒你魷魚 然後老婆又走路 即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 再加上可能一個疫情 又沒得去散一下心 又穩住在家裡 然後再加上家人可能有人確診 然後自己又確診 其實那個感覺很灰 所以我很想搞一個 就是這個理財同志的一個 線上課程 我真的很想給一個 我自己這麼多年的一些 投資的經驗 因為其實理財 或者我們中間會說些什麼呢 我們四晚的課程 你們不用擔心的 你喜歡聽哪一部分就來哪一部分 我喜歡聽今天就聽今天 聽明天就聽明天 我喜歡聽期限日就聽期限那一部分 沒有壓力的 那麼 我們搞這個課程 其實我自己本身 以往的工作 其實我和同學都很少透露我以前的工作 有人正偶然說幾句 但是其實我以往的工作 也都和理財投資很有關係 也都見過很多東西 那我很想和你們說 即是說回我過去這麼多年 看到的東西 其實這些東西和我的本業是無關的 因為一直以來其實我都是 專注是教期權的課程 但是我講理財 講房地產、講股票 今天就講理財 明天就講買樓和股票 那這些其實和我的課程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也很希望可以分享一下 這幾十年我看到的一些東西 那告解一下大家 而這件事 在講的過程 可能有些人覺得不適合 那如果不適合的話 就多多包涵 就是可能你不是那個人 又或者不是那件事 但是我看到的是一個很大路 我們看到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好想和大家說多一點 讓大家可以引以為加 因為有些事情你做錯了一個決定 到你四十幾五十歲的時候 再看回頭 其實是不能回頭的 那不是說錢大了 就是錢不是唯一 唯一我們要考慮的 但是 當你沒有錢的時候 各種東西都會對你來說 問題的嚴重性會佩大很多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明白我自己的想法 是什麼 好 南水遭光 今天帶我第三針 所以如果一會兒說 你發覺沒有聲音 可能我已經 我已經 聞下了 記住來救我 一隻救救八百四很多人 指洩的重要 很難說這些 有些朋友就經常問 應不應該指洩這些問題 我真的敢回答你 我叫你指了 七十一元 指了錢一夜爆上一一七 其實又很難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這件事 一定是自己決定 九九八百四很多人 顧錢 中概股 這個概是黑概的概 輸很多次 很金的 我跟你說 最近人們輸股票 很金 所以我冒險 我真的冒險走出來 去講這個課程 因為我知道中間我講某些事情 可能有些人是做某一行業的 未必那麼認同 總之那句我講錯話 就多多包含 好嗎 所以我的初心就是這樣 所以很希望 真的講多一點點 令大家小心點 OK 好 好 那也有一個disclaimer 說真的 這個disclaimer有唯用嗎 不過總之做就要做 就像政府這樣說 什麼借錢緊要還米給錢 中介一樣 說完又是這樣 但這個也要講一下 首先我先澄清 這個純粹是一個 投資的一個教育課程 或者工作室 我純粹做一些個人的分享 我和我的公司 並不是證監會持牌人士 我以前持過牌的 稍後再講一下我的背景 以前我持過牌 但現在並不是證監會持牌人士 我就不會就任何投資 給任何建議 或者提供任何服務 如果你做任何投資之前 就必須審視個人的風險承受能力 有需要的話 就諮詢專業人士的意見 我們就不會承擔任何 學員投資上的虧損責任 這些背道屬 好 那先講一下背景 其實這個導師的簡介 和以為的簡介都幾不同 其實就是 我本身家裡沒有底 就是都是一些 屋邨長大的小孩子 早年就好像冷靜地 香港大學畢業 其實九幾年都不是很厲害 你猜真是天子門生嗎 又是社交科學畢業 畢業之後 其實我第一份工作 在背景公司裏做了一場 就是做背景經紀 那時候呢 其實呢 例牌的了 你的父母一定跟你吵 你讀這麼多書去做保險 但是我聽不明白 讀得多書 為什麼不做得保險呢 我覺得 每個人都不做 就去做 不要不試一下 後生的 做完之後 沒所謂的 再不喜歡 就做另一個行業 都給自己試一下 結果一做就做了 我想我保險持牌 遲了18年的時間 我都不是玩一下 有認真的 但是就 做了18年 拿著這個牌 2016年之後 我就再沒有持有任何保險的牌照 期間我也持有一個地產牌 是叫做大牌 就是所謂的C牌 C牌就是 庫間公司 那時候我不是做什麼 美聯中元的代理 不是做這些 而是 方向一間公司 然後帶一些投資者 去重慶 重慶天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重慶天地 水庵房地產的 去那邊買了一些樓盤 就是做一些投資 那時候是2010 2011年有沒有記錯 然後也帶著客人 在2009、2010的時候 真的做投資的角度來講 就買了一些香港的住宅物業 OK的 也有交代 6、7倍就緊的 沒得走的 因為 在2009、2010年買什麼都會賺的 就是物業來講 買什麼都會賺 基本上就 遲了幾年地產牌 然後就沒有再做到 然後2014、2015年 就在澳洲和朋友 就買地建樓 那也是一個挺特別的經驗 但是現在做不到的了 就是現在 布里斯班那邊 都拿得很緊 所以變了 都很難再做到這件事 這些有機會 大家再分享 那也曾經持過證監會的牌照 曾經 記住 149號牌 149號牌 我是2017年至2018年 我做過一些資產管理 提供投資建議 那些這樣的牌照 好啦 什麼牌照都好像拿了 差在未拿了一個小販牌 好啦 那早期的 其實我是由銷售出身 就是前線銷售 接觸很多人 雖然有很多東西 我明白是怎樣 就是當年其實 我又不是說是最最高的銷售 但是基本上 的closing ratio 我想90%左右 就是走不出去手指 基本上 你出得來就死得了 沒有介意 我講回當年一些事情 希望大家可以入心入肺 感受多一點 就是會知道別人在想什麼 以及他的關鍵是什麼 然後一直到後期 其實就開始 去到真是一間 IFA 裏面的一個 CEO 的層面 但是當中到最後 也有很多懸負也都停止了 就是在局管理的層面 但是去到2018年尾之後 我就再沒有持有任何 受規管行業的牌照 就是保險地產 政業牌照 什麼都沒有再持有牌照 全職就教班 享受一下教學樂趣 還有交易中間樂趣 我覺得是非常難得的 你不享受其實是很辛苦的 所以變成了我的成長過程 其實中間有大起有大落 所以變成中間看到的東西會不少 我自己覺得 人生還有很多路要走 但是都看到很多東西 所以現在我沒有任何牌照 所以變成在整個workshop 整個線上課程來說 其實我沒有東西推銷你們 你放心 沒有產品 沒有package 沒有代理介紹 千萬不要問我這些東西 哪間公司產品行 我不回答 就是無謂搞到好在有份 就是因為我正正是這麼中立 我說的東西 其實你們盡量聽多一點 甚至乎未必是你聽 可能是你的子女要聽 因為其實二十多歲出來的時候 其實那個理財的概念是非常之重要的 可恨我自己做銷售的行業 但是其實說真的 自己是不是真的懂得理財呢 我覺得完全不是 就是當年 當年其實我 就是2002年 行家的話會明白 當年2002年 20年前我們已經考了 CFP的牌子 是最早的那批 但是是否代表考完市 即是把卡片的 title 很死長 水蛇春那麼長 是否又代表你真的很棒呢 連公司都被我們去旅行 上了報紙 拿了獎 是否又真的很棒呢 我回答你 絕對不是 是不是 所以說中間有 稍後再說了 有些什麼內容 其實都是用我以往的 看到的一些事情 想提醒一下大家 告解一下大家 都是那句 有些什麼不合聽的 多多包含 好了 那就是四晚課程 四晚課程四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就是今晚 講理財的一些概念 明天就講物業和股票 我覺得這個都挺好的 即是老一輩的人經常跟你說 買一層樓吧 買一層樓供了自己 租的就是別人的 那是否呢 還有老一輩的人經常都說 你有個鬥很重要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鬥 即是經常都這樣說 究竟這件事是否這樣呢 甚至我新年的時候 聽到有一個親情朋友就說 三年前 幸好買了一層樓 現在供一下供一下 供慣了就沒有東西的了 那是否真的好呢 我覺得很多 有些事情我沒有想到 即是據說 有些人有做劏房的 我沒有接觸劏房 但是我看過腰好像是 很高陷 但是我沒有讀過 所以我也不敢亂說 但我講這些理財 或者物業股票這些 我覺得一些好大路 大家在這個正常的 香港的社會底下 應該都會接觸到的東西 我就拿出來說 有些同學就問我 你有沒有玩有啊 沒有 你有沒有玩這個 Criple 啊 沒有 Criple 賺很多啊 好吧你賺多些啦 我不是說Criple 不能賺 而是我覺得人 要做一件事做得成功 你只可以專注 一件起兩件子的事情上面 我打個比喻這樣說 我不明白為什麼 每個人都說 這個我又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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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我又行 我打個比喻這樣說 何思培 大家知道是誰吧 上年為我們香港奧運 爭光 何思培 游泳那個 拿銀牌 那我想問 他有什麼顏色最厲害的 他有什麼顏色最厲害的 看你有沒有留意一下 好帥啊 他 我在做 做什麼 你騙了 黃銘生 你做什麼 不知道 蝶泳 對了 蝶什麼 我忘記了 其實我知道他厲害了 但我只知道 他會不會自由式又厲害 蝶泳又厲害 蛙式又厲害 蝶泳又厲害 不會的嘛 你還記得呢 他好像總決賽 拿銀牌那場 之前呢 有一個比賽 他好像特意是 我不要模糊了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他的自由式 是強的 他給了一個 可能是一個 蛙式 我忘記了 他給了一個 他不是強項的比賽項目 是專注去做好 拿獎牌 那個比賽 就是其實 他這麼強 他都是強一件事 你沒有理由 每件事都說 懂得怎樣 懂得怎樣 懂得代表兩人親戚 朋友面前威嚇 說到自己好像什麼都懂 但是我覺得 是不是有這樣的需要呢 其實就不是的 總之我跟他說 有哪些我 我計算過數 我明白的 我會跟你說 有什麼我沒有接觸過 我會直接跟你說 我不懂 有機會的 接觸一下 但是我都很忙 很多事情要做 就是我又要買一下股票 又要處理一下煤氣 你知煤氣 停了二十送一 又要讀一下 又要教班 我很喜歡玩奇權 很喜歡想一些 古靈精怪的策略 放進去做 我自己又喜歡扔飛鏢 雖然現在非常忙碌 未必有那麼多時間 接觸到那麼多東西 但是有機會的話 就可以再放眼再接觸一下 OK 所以第二個單項 我覺得蠻特別的 關於這個物業和股票的 那條線 應該怎麼想 第三個單元 就是講回我的本行 其權簡介 BB班 就是什麼是其權 因為很多朋友 因為我們現在保持著 都放很多影片 上去Youtube 很多人看完之後 都會有些問題問 打打打打打 那條訊息 打到眼都沒了 我都不知道 解不解釋到問題 所以我會 第三個單元 就是講一個很簡單的 什麼是其權 由什麼是long shot corporate 那些位置 開始講起 那現在有什麼問題 你們真的想認識其權 可以透過第三個單元 去了解一下 那第四個單元 就是一些個案分享 那這次個案分享 我找了一位 是SDU還在上課的同學 那他就還未畢業的 但是他 學得非常之好 非常之深入的 那他叫Felix 那他就 第四個單元 都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在我們SDU課程 學習的過程是怎樣 那還有 今年踏入2022年 其實在疫情爆得很厲害之際 其實我就很猶然地享受我的生活 最遺憾就是不能去旅行 但是在生活的水平和質素上 其實是比以前民族高了很多 因為去旅行的錢沒有 就不用去 就不用去吃 就不用去吃 住啊 那些地方就比較好 那踏入2022年之後 其實我自己修成得最驚人的那一隻 就是Facebook 那現在 即是美股 Facebook 那他現在改了名字 叫Meta Platforms 那2月3日 急跌那一刻 其實為我們帶來那個會不會 是非常之驚人的 那我也會講一講 就是我們怎樣用 旗權去做一個部署 所以其實我自己的理財呢 就很簡單 稍後我會講一講 理財概念 量入圍出 怎樣製造一些實在的現金流回來 但是我沒有錢啊 那怎樣 那我自己來說呢 我最主要來說 是靠我自己做旗權的買賣 賺到那筆錢 就泵到股票裡 長遠收息這樣去做 OK 那每個人的理財的cycle 都有點不同 可能有些人份工是鐵飯碗的 兩工夫妻合起來 找20萬一個月的 那你每月都有錢去做的 那你就要找一些 好的股票去怎樣儲 那這些我們第二個單元 會詳細去講的 但是我自己做 做我的理財局過程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 第四個單元 我會深入講講 就是Facebook的case 或者整個過程 是怎樣做的 OK 好 那就 第一個單元開始了 好 理財的概念 先自聲明 理財 你有財才有得理 對不對 真的不是 我現在窮到富川洞工 又沒得開 我除了量幾個水 給你 我真的想不到什麼 幫到你 因為我們在講理財 你有財才可以 投資你也要有個本 不是 我想跟你學期權 雖然我現在沒了工作 生活有些壓力 但我就想用我手上的資金 做其權的投資 想盡快迫回我以前的人工 透過其權 不要這樣想 你會死得很慘 對不對 財不入急門 這件事我真的很想提醒大家 有些剛剛的同學做coaching 他們都說 其實生意差了 我正在想 可不可以用其權的買賣投資 可以幫助到我工作上的虧損 不要說虧損 工作上少了的收入 其實這件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還有你都將那個壓力 是加大了給自己 那變成你會提供的贏書 看得很緊 尤其是其權 易學難精 你更加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還有這樣 所以變成 如果你說 我現在這一刻真的不能副穿空 你過來 那有些什麼 我度署幾個水請你吃一頓飯 就完全可以的 又或者 我最近輸得很精 很不開心 那真的有些什麼 想不通的 其實很歡迎你找我 那你找我的同事 他會通知我的 那我們有個WhatsApp的號碼 我稍後 完結的時候有個WhatsApp 我會給你們 56193185 那這個就是我們公司WhatsApp的電話 那變成 中間有些什麼 不要緊 尤其是幾天前 聽到那個 舊同學跟我講的故事 其實很悲傷的 有時候 就是那個念之差 又或者那個位置 按不到 走不到的 那就可能 就是一個悲劇的開始 所以變成 中間有些什麼 其實不重要 雖然可能我跟你第一次 見都沒見過 面三九 不識七 但我覺得不重要 有些什麼 你覺得有些東西 我可以幫到手 那大家聊過 喝杯咖啡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好嗎 好 好 理財概念 什麼叫理財呢 第一 今天我們會說什麼呢 什麼叫理財 第二 如何理財 第三 也很重要 有什麼理財 陷阱 陷阱 一Q下去 幾十年 你也未必能回到全 OK 我最主要遮蓋這幾件事 好了 理財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你怎樣運用 和管理你的金錢 一個的態度 OK 其實簡單來說 所謂的理財 一個很空凡的概念 但我自己用一個很 皆同的角度來看 第一 就是收資平衡 由收資平衡開始 你一定要令到你當你有收入的時候 你一定要儲得起錢 你一定要逼自己儲錢 第二個步驟 就是要做一些補本創造現金流 是不是百分之百補本呢 就不是的 但我稍後會再 elaborate 什麼叫做補本 你一定要做一些投資 是有現金流出來 那管那個cash flow 那個現金流 只是可能一年五千元都要做 就是以前我年輕的時候 一聽到買一隻股票 一年只有幾千元 跌都跌了去 懶大之事 其實不是這樣想的 你說的 如果你真是一個投資的話 你一定要看它那個 類似的借貸幣 或者cash flow 是多少 如果你純粹買那樣東西 等它升值 就賺錢的話 其實你和買大買勢 是沒有太大分別的 你一定要做那個投資 是一定要有一個優質 這個投資 你一定要看有沒有這件事 有這件事 你才值得去考慮 OK 第三件事 期間要進行風險管理 不是說你投資的風險管理 是說你人生的風險管理 買保險 一定要的 OK 最後 就令到你的被動收入 足以應付你的日常生活開設 其實是三個步驟 收資平衡 創造現金流 風險管理 當你保持著這樣做 下面在那裏說到 整個過程 是以年計 是終生學習的一件事情 是成世人都要學 成世人都要想 因為你今天想這件事對 不代表以後它都對的 所以你這個過程是成世人一路去做的 可能今天我覺得是這樣 過多三年之後 不是的 我覺得還有其他東西可以改變 我會不斷地改變的 所以這個過程 就是這個理財的過程 是一個 lifelong process 不要停 OK 好了 第二件事 收資平衡 很簡單的 做兩件事 第一 拿另一個帳戶 一定要這樣做 拿另一個帳戶戶 你可能出糧出出 一萬八元二萬元三萬元什麼都好 不要介意你今天收入多與少 但是那管你收入多與少都好 都要儲錢 你是先儲後勢 記住是先儲後勢 收到回來的所有人工 我當你收二萬元的人工 立即扔五千元去 或者扔八千元去另一個戶口 那個戶口就收回去 不要再看 那你剩下一個萬二元 你幹什麼我不管你 這個就是一個 我經常說是一個先洗後洗概念 就是一個平衡 有時候你說 我經常這樣儲 儲到旅行都去不了一次 很辛苦的 有時候吃一頓好的都要 我不管你 總之那一萬二元 你搞得定就搞定 搞不定就留待下次 一定要這樣逼自己這樣做 你要令到這麼物慾 對自己的影響減到最低 你要自身控制 你不自身控制 沒有用的 即是一個人如果連少少自製能力都沒有 你多厲害都沒有用的 這件事一定要自己控制到 除非當然了 你抽到一支好籤 投胎一出生 那一刻富二代 老爸拿著過百億身家 我沒話說 你也不是來 聽我這個如何理財 但正常來說 大部分人都不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過程一定是 逼自己做一個儲蓄 第一步步驟 第一步步驟 不要太多信用額 重要的是信用額 有多低 三五萬元做一些網上有東西要買的 就買 就買 被人欺負了 被人盜用一張卡 都還有一個很少的銀碼 因為當你信用額低 起碼你去做健身 不會被人夾你 不知道簽什麼兩年三年 那些爛鬼 package 有時候被人夾你 你不想買 被人銷售多兩下 不知道那些爛鬼 傻了還是怎樣 無端端就簽了 但你的階段不夠 沒有人逼到你 所以這兩部分一定要好好保留 尤其是年輕的一批 我不知道你什麼年紀 但這兩方面我覺得 一定要逼自己去做好這部分 OK 收資平衡 第二件事 補本創造現金流 一定要盡量在一些投資是穩健的 我們所謂補本 不是真的一定要補到本 因為始終做任何投資是有風險的 但我所謂補本的意思 就是第一個point裡面說到 本金不可以有大機會出現虧損 本金不會有大機會出現虧損 OK 又見到有朋友舉手 什麼事?是否要去洗手間 是否要去洗手間 有問題就在遼天室裡打 好嗎?我和你看看 看看有什麼可以回答你 OK 好 繼續 好了 盡量做個投資 不要說有太大機會 會出現大的虧損 舉個例子這麼說 我經常去買卵 買期權那些 不好 好 阿瑞都教期權的 我分得很清楚兩件事 我做理財的就是理財的 我自己做期權的帳戶就是做期權的帳戶 兩件事分得清清楚楚的 OK? 期權裡面來說 我不敢說是一個投資 但我覺得在期權的世界是一場博弈 是一個game theory的博弈 投資是另一件事 我將它分開了 外面我只是兩個不同意識去做這件事 你做這個的投資 你一定要盡量穩健 本金不可以有很大機會出現虧損 有些人就說 最多買完一張康倫輸要輸了這麼多 說輕鬆輸要輸了這麼多 其實很金的 不要有這個想法 OK? 如果我們認認真真去理財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不要做這方面的買賣 OK? 如果你說你真的餘了沒有 不如你買六合彩就好過了 是不是20元而已 最多20元買了100元 那輸就輸贏就贏了 OK? 第二件事 這個寶寶要創造現金流 就是投資要產生一個現金流回籠 一定要有現金流回籠 沒有現金流回籠的投資 其實我剛才說過 和買升買跌不是太大分別 第三個點是什麼呢? 派息穩定 和派息之後股價穩定發展的股票 是首選 而股票投資 我自己覺得是門檻最低的投資工具 這個位置 我去到明天的單元 會深入一點再講一講 在我眼中 港股大概有50隻 是買得下的 但不是現在買 我們做任何投資 價錢永遠是非常之重要 當然你說這隻股票派息穩定 舉個例子 最近我買了新鴻基 3月17號上個星期四 買了新鴻基 90.8元 我和同學經常都說 他派息派4.95元 除了90.8元 5厘多在那裡 我怕什麼 但如果我說新鴻基可以 誰知道新鴻基升到200元 你還去買的話 那當然是不可以 因為它的價值低到離譜 所以我們要找的是 第一我們要找一些 派息穩定的股票去考慮 第二就是派完息之後 股價不會放掉 走光了 這些就是我們要找一些 首選的股票 還有一些買賣 當然我明白 你如果2020年7月 買一隻美團七十多元 一直爆到五月 四五月的時候 美團七十多元 爆到三百五十元 哇這一段贏成四五倍 美團不是很派息的 那你不買這些股票 再買些什麼 我拿什麼股票呢 我拿了財檢 拿了公行 中交建 煤氣走了 煤氣我明天會告訴你 我是怎樣處理的 那跟著還有中海油 路徑 就是一些都是派息 都相對我自己覺得OK的一些股票 加上上個禮拜四買的新鴻基 那我就買了一些這麼悶的股票 因為你現在買股票是為了投資 穩健 收息 你就好像選擇老婆一樣 你就不是選擇一些 即是標10倍 20倍 30倍的股票來買 那些如果我們去做的話 我們是會用其權去做的 OK 而我們買股票 即是我自己來講 買股票 一般來說 我自己放下去的資金會偏多 即是偏多 即是你講出一項 可能是五、六十萬元 一百萬、二百萬 這樣 我不知道是多還是不多 但我們會這樣的資金 就會一下子推下去賣 OK 所以我們買的股票 那個本質來說 它的派息一定是要相對的穩定 我死的那天 他都還沒死 那就最完美了 好 看看同學有些什麼要問 好 Steven Leung Hello 你好 政府年金和易安揭產品 有沒有看法 易安揭我明天回答你 易安揭是一個很好的安排 我者很認同這件事 如果是買的 因為我們一直都會付錢去賣 去賣 那一層樓 買的住 但是所謂易安揭是 就是將那層樓 透過HKMC按出去 我們可以繼續住在那層樓 但每個月仍然收到一筆錢回來 這是一個很好的安排 途中 不要只在一個方向給錢 讓銀行支付你 這種做法就適合可能 可能是兩夫妻、母子女 又不想留層樓給下一代 兩夫妻一起住至中老歸日為止 這個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是相對買股票收息來說 我明天會有一個很詳盡的比較 這部分我會再講一講 好了 年金 年金都可以的 年金基本上都有一個不錯的項目 雖然我沒有很詳細研究它的利益 但是我自己覺得年金在增值的空間 我們既收息 息是行第一的 你問我 股息是行七成 股價是行三成 我這樣看 股息是七成重要的 股價升幅來說我也希望它升 因為 舉這麼說 上年一月我買中交件三個三買 為什麼三個三買呢? 因為每年派息派兩毛半 你只想想兩毛半除三個三 8厘 Gloss Yield 未減過股息稅 但凡這些內地的企業 他們派股息的話 是會有10%股息稅 所以它會扣了10%才派股息給你 但我Gloss 都差不多8厘 你扣了10% 我都有7.2厘 是吧? 我向這些位買 第一 我向這個這麼漂亮的位買 看看股價 插口說一句股票 1800中交件 這簡直是代表作 1月5日是星期二買的 2021年1月5日 你看左上方 左上方的日子2021年1月5日 我跟同學說了 因爲我們逢星期二、五有些 是trade options的workshop 第一天我買證過 我都會跟他們說 我在那個位置 就說我買了中交件 三個三買的 我們會派兩毫半 你都說 0.25 除3.3 差不多8厘 一隻股票 你做得有100厘的話 我不是說必賺 我沒有說過必賺兩個字 而是 第一 中間股價有上有落 要你捱 都不用捱很久 亦都不會捱很多 這兩個是重點 不用你捱很久 和不用你捱很多 你想想 如果你500多元買了騰訊 200元買了阿里巴巴 你捱多久 我不知道 這些好股票總是會彈的 3年? 5年? 我不知道 但是你的購買力 就被人鎖死了 你不可以在低位做一些漂亮的投資 你200元買了 買了阿里巴巴 我不知道多少錢買 我亂說200元買了 86元也是買過 84元也是買過 84元也可能好一點點 但是你這些位置 買了這隻阿里巴巴 它是不會派適的 你是不能量 但是我買了這隻中膠件 這隻中膠件也有紀念 在上市的時候 我和我爸爸一起抽中膠件 現在我爸爸不在了 但是也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我還記得這件事 一起抽中膠件 說這件事做什麼的 好吧 給機皮的東西一起玩一下 結果贏了一些 又跑去那一隻 那時候就當時代玩一下 但是我三五三入了這個位置 收白利息 你自己看 根本它從來沒有低過這個位置 甚至去到剛剛禮拜二 上個禮拜二 這一隻棍 恒指落到18,200元 最低都是3.66元 我沒有動過它的 哎呀 為什麼不動它 是最高5.17元 這位走了 你這位買的更好 哇 大佬 我真的這樣 我真的不搞這個workshop 我自己賺了它不行 我怎會知道 我最高位和最低位在哪裏 是不是 我不會搞這些 因為我的初心就是為了要收成 白利息 那就是變成你真的有什麼東西要穿 股價穿的話 極其量穿一陣 不會穿得來 不會穿得深 比起你二百元買阿里巴巴 五百幾六百元買騰訊 你有排排 我不知道你多久才上回去 但是這隻中交件 我每天都不整 我看都沒有看過 那我現在繞上去 這件又跌了一些 4.09元 那會不會穿三個三呢 穿沒有問題 你不要減派息就行了 你不減派息 我一直合圍狠拿著 你每年收百里 有什麼問題 你比起你很多的投資 那個return也為之高 所以這部分 其實我明天會很詳細跟你說 也很希望大家不要亂買股票 不要聽別人說 不需要聽別人說 不需要聽一些股評人說廢的 不要看任何雜誌 十幾年前我都講過 060、070、080的時候 每個禮拜天去喝茶 買一份經濟日報 搭經濟一周一起看 看完了又怎樣呢 花了兩個多小時 成本一輪都抹了 到最後就輸了一隻劇 浪費氣不用加那麼多東西的 基本上呢 我買股票呢 簡單到不堪 不是贏大錢 但是你很穩健地會增長 OK 三個三買中交件 我正在等一天而已 想六個六 想六個六我就換馬了 換第二隻再收百里 是很緊要的 雖然我等的時候 我又沒有什麼風險 踢在那裡 又收著息 何樂而不為 做什麼要衝呢 我沒有什麼要衝 是吧 就是有些同學經常說 我將一些 股票課程的內容說出來 哎呀真是對不起 這些是我們一些 小小股票課程裏面的一些想法 那真是不好意思 你給了錢上課 我也不應該說太多 但是我見那些人真的很慘 就是買到亂七八糟 就是有一個人給我看 他的 statement 原來有四十幾隻股票在那裡 我不知道搞什麼 跟著一炸裏一萬八千二 就是沒有了七成 看他眼淚淚的 我又不好意思串下去 所以搞這個workshop 大家可以這樣撐出來調大多些少 好嗎 好 看看你們在問什麼 資產淨值198元 哇 你真是很有研究 我沒有啊 我晚上跟他說 我看飛虎的 其實我的人真的很無聊 很喜歡煲劇的 有些劇其實有點深度 有些橋段也有深度 但我最討厭這套飛虎 英文名叫flying tiger 哇 大哥 改了這樣的詩人名 什麼都輸了 我是有時候拍一下看看 之前就看權王好看的 之前就看權王好看的 再不是之前就看什麼呢 家族永廟 我真的沒有劇 我對於這些 有些人會研究很多 很多資金資金表達 即是很用心去做 那這些我不會說 你當然是對 我當然是懶 但我又覺得其實 做投資 有時候千機算盡 其實當下的 demand supply 可能更加重 所以一堂很準備好 即是16號資產證 198 我90.8買 那是我女生人 那臨出車前 我就一下子撞過去 90.8買了 那買了不少 但是什麼 非常謝謝 我經常覺得 你給我機會發瘋 我看到什麼我會說 對不對 我會說 我最怕得出很多 好了 陳先生 除了16號以外 十二十七一一三 有何看法 也是本地地產股 而分析後得出物 不是 我看腰的 你只看腰 就已經是買得了 其實我這個看法 既膚淺 但是極度實用 亦是很多資金管理員 用的方法 你記不記得 剛才我講的1月5日 2021年1月5日 買中交集 1月8日 中移動穿了40元那一刻 立即被人推上來 那些資金管理員買回來 一樣道理 他們其實有時候 港股有什麼好買 不是很多好的選擇 就是民心那句 但是有時候當股價衝進去的時候 他發現價值 計算回頭 我只拿來收拾都可以了 我只是用一個這麼簡單的方法去做 所以基本上我都不需要買基金 有些資金人都是這樣做的 我正在做的就是 所以我只覺得 理財的東西自己搞定 我都教你 其實就是這樣做的 我不敢說 我說的完全是適合 還是怎樣 也不要說誰是否適合 而是合情合理 你現在買樓收息多少 兩厘本 樓價小的兩厘半可能還有 樓價大一點的兩厘都沒有 減了管理費 加上稅 我都不知道做了什麼 你買那些 買那些政府那些 什麼股息債券那些 就算數了 減了什麼 Bitcoin有什麼看法 不好意思沒有研究 我有些我真的不研究 就是我人生的時間 實在實在非常之有限 我剛才這麼說就是 我也很坦白 我不會什麼都懂 那我不懂我回答你不懂 我不會冷靜的 死吹難吹吹完之後 其實空殼一角被人笑 我沒有研究Bitcoin的 我知道Bitcoin可以 有些人都真的可以賺到的 但是這個可能涉及很多東西 我不敢留言 OK 哪類股收息最好 類類都收得好 總之我死他都不會倒閉 就是你剛才想想 我剛才很討厭保隱公司 但是我很喜歡買保隱股 就是這樣了 我很討厭保隱公司 但是我很喜歡買保隱股 那保隱公司 你想想 你買這樣的計劃 你一直在供 長期給貨幣 他拿著這些收入 他什麼都不需要做 賠錢 賠到才算 我稍後再和你比較一下 保隱公司的產品 你看完之後 其實真的只有淡視 是呀 是呀 Debby 是不是到紅照 他經常都難忘了 我把這些都說出來 但是我看到真的很可憐 他們輸得很慘 那 是呀 如果輸得那麼慘 你再跟他說 你給學費上課 好像困他那樣 算了吧 賣大巴士 你當這個疫情底下 做得很深 好 9點半要開始看美股 哦 是呀 其實9點半我開球了 我開球了 我做事了 下盤之後 關機 就開始熬劇 做一些小運動 做的都那麼肥 那種 就是咖喱 加老 加無謂的東西 然後看吃不到什麼 吃到 加下價 這樣就完了 那大概一點多鐘 要做的就做完了 大概就這樣 在這裡 Debian Always does that Yes Thank you 如果計息 12、17 還不夠 可以留意的 是呀 17我覺得可以的 17我覺得可以的 12、17其實是大家族拿著的 行機和新世界 那有時候說真的好像 怎麼買新鴻機呢 新鴻機一年收息都幾百億 他們拿最多股份的 那沒有什麼需要擔心 我覺得 他沒有理由 不派息給自己的 那我拿這麼少股 你拿這麼多股 那你不派就一齊 不要派去一百億 七零零 七零零怎麼看 七零零 我發覺我現在說什麼都錯的 不知道怎樣 說升又跌說跌就升 有少少燈的味 不過怎麼燈也好 11月市場上升了一陣 12月扔下來 就是我一直看照片 但12月他又扔下來 2月我看升的 怎知道普京就打烏克蘭 從烏克蘭拿來是壞的 為什麼找一個做喜劇的演員來做總統呢 結果就被美國利用了他 發生了這一宗這樣的事情 即是旺巨 那麼 對啦 那2月我看升 怎知道2月尾就開始煞下來 但是我們自己做 即是我股票帳面就賺少了 但我也不管了 我自在收息而已 但是其權來說 我們非但只 11月那下其實沒什麼輸到 2月那下就賺特了 因為美股幫忙 所以還賺特了 那所以你說 騰訊怎麼看 橫看大市 那市呢 有可能是還有另一隻腳會出現 但是出了另一隻腳應該真的差不多 因為還沒想到下去 那但是你知道 我也有點噹噹 我發覺這輪我也不想說太多 所以我告誡自己 小說華多做事 對個市況 小說華多做事 阿華哥 很久沒見你 我不會罵的Debbie 不是那麼笑 哈哈 是女人可難說的 真是的 941 883 收好息啦 收到漂亮 883還要賺價賺值 883我是8月23號上年 2021年8月23號星期一買的 我買一個價是778 7.78買的 我已經收了一鍋了 好像收了一鍋了 然後估計現在十個多 輸些什麼 之後我也不知道輸些什麼 是不是 三號仔 三號仔我明天跟你說 三號仔是一個很值得大家去想的一個個案子 我已經斬了 現在不要想 三號仔我想到五個多 我一定會再跟他買一個 這就是好東西 好東西不是說他派息派少了派多了的問題 而是這個管理層你真的要順利 真的有些公司上市這麼均真 這麼不均勵你 真是不知道在哪裏 這些人當然要支持 四叔那些人當然要支持 所以變成 當然我是很差的 口裡話支持 實際十元就 星期二那天就扔了煤氣出去 但我等位會再入過 但這間是 真是一間很好的公司 管理層是很有良心的一間公司 但要等這個價錢不行 還有一段時間 OK 好 繼續講下去了 講股票有段時間去講 但我想說 這些理財東西其實才是最基本的 很悶 你要收支平衡 你要買一些穩妥的股票 買哪一隻 其實剛才我都說了一點 所以我 我不太prefer買一些不太認識的股票 雖然它升得很厲害 就是 舉個例子說 可能你買一隻 我剛才說的美團 七十分到三五零 是升得很厲害 但我不管這些事情 我最重要的是 我大筆資金出手的股票買賣 我一定要穩妥 我只可以教一些穩妥的東西 好嗎 你要明白 有時候我們的立場 做一個老師 我不可以 只是教你們怎麼衝 因為始終風險會很大 一輸了 你真的可以輸很多東西 輸了一條命也做不成 所以我只可以教你一些很穩妥的做法 所以你說真的要抓一些會爆得很厲害的股票 用期權做更好 我自己也同一同學講很多次 我經常都在等這個單邊上的時候 到最後我真的不敢再講 講完它又跌了 但是我們講2020年7月到12月 只是三隻股票期權 美團的期權 跟著還有1211的期權 小米還有2020這四隻 貢獻了我差不多三千萬的回報 三百多萬的回報 我當然用期權做好一個 我扔的本其實很少 這幾隻東西如果計算我扔下去 我最大的風險 是講最多輸10萬左右 但是輸到的機會是接近的 輸足10萬的機會是接近的 這個是期權最好玩的地方 所以變成捕捉那些 爆升、暴跌那些股票 我們一定是用期權做的 因為可以控制風險 可以爆空間 爆到最後好像美團 我們拿著120至150張合約照的 那這種感覺是很high的 那些這麼high的東西 就留待期權招呼我了 那這些是穩健的 現在我今天講的是 脆老婆是穩固的 安全的 就是這樣做的 但是爆到這麼厲害的 那些奇權的世界就是這樣做的 OK 9月76走 對了 阿Ling剛剛 9月76走 Andy 先講理財概念 這堂不是股票分析或是 你知道很壞的說一說一說 飄了老年那麼遠 好 回來 好 現金樓 股票是一個挺好的工具 因為你門檻很低 你猜每個人一開波再買到一層樓嗎 你股票你講的 剛剛早前我在看一隻 交通銀行 幾千元已經入得牆 但是你一層樓你講的只是首期 也不知道多少 再給那個離印 我也不知道怎麼算 那外面這個是最容易開波的一個 理財工具 其實是股票 好了 風險管理 這個風險管理不是說我買那些股票的風險管理 我買那些什麼中交件那些 我不會做對沖的 因為我買局價靚 其實已經是一種的保護 反而人生要買保險 你們個個都應該考慮去買保險 會不會不同的 尤其是從事這個行業的人 多多包涵 我不知道是誰做這行 誰做哪一行 總之我會講我的話 好了 有些一定要做的 醫療保險一定會買 我自己買醫療保險 我有一份group map 再加上一份半CEO的medical 那我一家四口很便宜 大概二萬五元左右 一家四口一年二萬五元 純醫療保險 變成基本上進入的 一個顆痔瘡有得賠 但是如果說是很嚴重的疾病的話 基本上一年都預算了有二百萬給我來治療 每個人有二百萬給你治療 買鬼都夠了 不夠就算鬼數了 不能買到極限的 我覺得這樣 否則正常人來說已經非常足夠 OK 人獸意外的危質 都是因應自己的需要求 但是大前提就是 盡量不要有儲蓄成份 危質這些東西真的很有趣 危質是不是要買呢 我不可以叫你不買 也值得買 但是你要知道現在有很多醫療保險 其實它的功能都開始服用了危質的功能 舉個例如說 可能你中了療療 你有一些電療、化療 在醫療保險裡面 額外都會再賠償給你 而危質 它的定義是很嚴重的 你危質就是中了那些小裂的疾病 做了一筆既定的賠償給你的 但它的定義是非常嚴謹的 所以你要中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你說有沒有需要 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但最重要就是不要有儲蓄成份 為什麼對這個儲蓄成份這麼抗拒呢 下一節開始說了 理財的過程大概就是這樣 收資平衡 然後你自己要做一些投資 要製造到一個現金流 然後你還要買保險 但中間也有很多陷阱會出現 一個是產品 一個是人 好了 產品上 這十幾二十年我看到的 有話想說一下 其實坊間也有很多 有什麼ELN 還有很多不同的理財產品 但我講不得那麼多 我講一些正常一點的 大家都可能應該正常地 都有接觸過的理財產品 包括儲蓄保單 投資相連結的保單 還有第三樣就是基金 OK 一、二 我稍後詳細會說 三、基金為什麼都是陷阱 其實我的基金不是一個陷阱 但大部分人忽略了一個自我管理的重要性 基金記住 不要覺得我把東西交給專業人士 你就什麼都可以不用理 千萬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舉個想法 你買了一隻 中國股票 香港股票基金 你買了 那個基金經理就跟你買香港的股票 難道跟你買債券嗎 他通常就 持有錢 雖然不會持有很多 1、2%的錢 因為如果太多錢 不如你自己持有錢 你不會持有錢嗎 所以大部分他們都會是 真的要跟你入市 但正正是因為這個問題 他們持有的 是局持有政府 當遇到 即是說是一個熊市 要爆發下來的時候 其實對他們的分勢 都是局渣政 所以你不能把你的錢交給專業人士 你就什麼都不理 你自己都要懂得看 什麼叫做高位 什麼叫做低位 大概那個位 有沒有風險 有的話 其實你有可能需要將你的香港股票基金 轉去一些保證基金 保管基金 或者債權基金 你要轉 你自己要做這個動作 那你中介的人幫不幫到你 我就不知道了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中介 但是你不能說一件事 就是我把這些交給專業人士管理 不可以 後初我講的一件事 那隻中國股票基金的資金管理 他明知道是一個熊市 他也不可以不拿正股 那就等於拿著局線 他聰明一點 拿著一些保守的公用股 虧一點 但是還是要死的 你想想 2008年金融海蟬 哪一隻不用跌 公用股也要死 所以大家要小心留意 不是交給專業人士 我就什麼都不用理會 這麼多年以來 有沒有一些基金經理 看著市場真是一個大熊市 而他接了基金 是有 我所知是只有一個 那個叫做趙丹陽 趙丹陽 你在網上搜尋一下 2008年 2008年 2008年1月 他將他手底下管理的所有基金 全部結了基金 不是接了走路 是把股票賣光 那些錢 那些錢 就分回給基金單位持有人 分回給他們 當時那些人就罵他的 因為當時上證上到6千多點 那些人就說 6千多就想8千再破萬的 為什麼你這麼沒膽不去 但是事實證明 他的眼光是非常獨度之餘 以及他是一個很有良心的基金經理 就是他知道 這個位置已經不行了 他寧願接了一隻基金 賣光去給錢給你們 等那些錢全部掉下來 之後再說 但是這樣 所以你說專業人士 是不是真的可以 又專業之餘 也很有良心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個 不過我覺得 正常地一百個都不會有一個 所以這些就是 你買基金是沒問題的 即是有些基金你可以投資 在東南亞 金磚四角 歐珠八角 什麼角都可以買的 那這個是一個好事來的 或者我針對著這些 健康護理的行業才來買 針對著車股來買都可以的 即是現在的基金都很五花八門 但是 是不是真的交給他們去管理 是一件好事呢 你自己都要參與其中 所以第三個點 我的意思是這樣 基金一般來說 我只是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你說管理費 都是1.幾% 不算很過範 反而第一和第二件事 就要留意了 儲蓄保單 好了 儲蓄保單 這裡有一個 我相信大家都經常有這個 什麼公司就不要說 不過你看到顏色 你也猜到是哪一間 那就是 四十四歲 南星 之後我上年被人銷售過一次 或者說明後什麼年紀 上年我被人銷售過一次 然後買五萬元美金的人秀 和危值的保障 就是有儲蓄的 好 OK 我先拿出來 有一個認識了很多年的朋友 就說 買一份吧 看看吧 這個就是每年要給的保費 1955美金 全部用美金計算 1955美金 第二年 加起來就給了3909美金 第三年就是564 一直給25年的 這份計劃 供25年的 OK 那這裡就是這一行 就是我累計的供款 去到第25年 我總共給的錢就是 48863美金 48863美金 是我這麼多年來的總公款 好了 供25年之後 他有一個叫保證現金價值 這個 保證的一定會給你 就在我供了25年之後 他就說保證一定會給我45000美金 好了 旁邊這個就不保證的 這個就不保證的 就可能會再有多18000美金 可能 他說沒有我都催不上 他說有的 我這一弟多謝你了 那兩個合起來 如果我選擇成章不要的話 就可以拿回 63656美金 63656美金 即是我給了48863 最壞的就只收到45000美金 但是說的 如果幸運有貢利的話 就63656美金了 會不會再多一點 我不知道這些 ĺ say 這就是那時候 深埋歐想拿錢 可以拿幾個 但是您要記住 這4500美金 即是保證的 這四5500美金 大概 你不是說想拿多少就多少 如果你期間拿錢的話 即是未夠期拿錢的話 它是計你息的 好像到了期都計息的 25年之後你想拿錢的話 你在現金價值拿錢好像也計息的 但是我沒有接觸這行很久了 所以我沒有肯定 但是紅利是不計息的 一般 但是家間部品公司的產品也有少少不一樣 所以這個也不敢說得太實 但是總之大致上你公司的48,000 你要拿回錢的就拿走45,000 好了 而這份儲蓄計劃 就 這邊 右邊 右邊這邊 就是說你如果死亡或者患上什麼危疾的話 賠多少 它頭10年 就交多50%給你的 50,000元的50% 即是變成75,000元美金 第11年打後就回到50,000元美金 很神奇的 你公了25年 你給了48,863元美金 如果第25年的時候有事 它就打底一定會賠50,000元美金給你 這裡 最少給50,000元美金 再加上紅利 紅利這些人不知道有沒有就不要說 說是保證的 即是說其實 這張單去到25年之後 其實根本你所謂的賠償是來自你的公款 是嗎 其實那份保險最大的威力 就是開頭的時候 就是開頭的時候 第一年我供了1955 那時候買完之後即死的話 就賠75,000了 哇 正 我又賠了 這樣算正 雖然沒有人喜歡患病 但是計算錢來講 最大的回報就是頭幾年 所以本公司對於一些單 買了頭兩三年就即批評的話 檢查得很緊 真是和你什麼都檢查了 什麼都和你盯了 找不知兩位醫生和你再加一格 看看是否真的中危疾 是檢查得很緊的 但是當你張單過了十多年之後 所以說真的 你去到第15年 你都給了29,000元美金 那它賠50,000元美金 相對來說 它的差距是小很多的 所以這就是一些傳統稅有儲存成份的保單 的情況就是這樣 我覺得很有趣 尤其是你說的 公了頭十年 我當2012年我公了這張單 好了 去到十年 去到現在 2022年這張單公了十年 給了19,000元美金 疫情來襲 沒有了份工 一家的花費都不夠了 不好意思 黃先生 你又要再供款了 你又要再給1955元美金 怎麼給 供不了了 我要剪掉了 你就拿這筆錢了 對不對 有一點紅利 三百多元美金 有什麼用呢 如果有的話 如果有紅利的話 都要剪掉了三百多元美金 雖然中間來說 其實彈性是低到離譜的 綁得你很緊 還有長遠地去到最後那一刻 其實是說我拿回來的錢 都是我供出來的錢 但這就是 我不知道現在的產品有沒有很大的改變 還是怎樣 但是 一直接觸開這些傳統產品 就是這樣的情況 OK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新的東西 又再更新一下 好了 那究竟如果我們買 不要說我們 我自己買保險又會怎樣 好了 那我自己呢 先說一下 就是從剛才的描述 你看到 44歲的男性買五萬元美金的保障 等同大概四十萬港幣的保障 人手危機 頭十年 那我額多50%就是七萬五千元美金 一年的保障就是1955美金 港幣就是15250港幣的保障 25年之後 就是等於 15250乘25 就等於這條數 25年總共供了381,225元 這個保障是固定的 不會加的 那25年總共給了這麼多 那當時保障可以拿回 35萬1千元美金 是港幣 沒有上美金 港幣 如果加上有紅利的話 就49萬6 但是紅利不保障 但是當時如果幻想危急的話 最高賠償加上紅利 就535 516 OK 其實去到後期 根本那個所謂的賠償 根本就是來自你的公款 這個就是那張儲蓄保單的資料 好了 那我到最後怎麼做呢 我到最後 我就買了一份 沒有儲蓄成份的 蟻疾 每10年就加我一次價的蟻 那些人一聽到這位 就覺得 哇!10年加一次價 是啊! 然後那個老闆就會說 是啊!加到60幾歲 你看到的 44到53歲這段時間 我買了60萬港幣 為什麼買60萬呢? 因為跟回剛才的計劃來做比較的 它多了50% 那就是60萬港幣的保障額 那每年的保費呢 就是三四八七 三百元一個月 到54歲到63歲這十年 買回40萬港幣的保障額呢 就是跟回剛才那份儲蓄計劃 每年的保費呢 就是五九二 還剩下最後那五年 因為25年的計劃 還剩下最後那五年呢 買了40萬港幣的保障額呢 需要的保費就是一三五四年 好了 這就給大家看這個數字 你看買一些 沒有儲蓄成份的 13500元你怎麼給呀 再過多5年10年 再加到2萬元你怎麼給呀 這個是很正常 他們一定是這樣 帶出事實給你看的 OK 但是問題 你儲蓄保單 在我早期要我付15250元 15250元 這個保費 那張儲蓄保單一年的保費 這個 公平地做一個比較 我把我放在儲蓄保單的15250元 減了這個保費 每一年我可以做投資的就是這個問題 這個是每一年 每一年有11763元可以做投資的 第二個十年 15250元減5592 那我每一年就有9658元可以做投資 成十年 第三個 第三部分 講到最後的5年 我15250元減1355 我每年還剩下只有1700元做投資 成五年 那你要Apple to Apple做比較的 即是你如果儲蓄保單 是要我一年給15250的話 那我就要計算了 那究竟 我買一張沒有儲蓄成份的保單 我給的錢少很多 那我剩下的錢當然是拿去投資的 對不對 那我就當我買新同機的股票 那為什麼買 因為我上個禮拜試買了 90多8元 我就用這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OK 我嘗試這樣做一個比較 好 看看 現在市場又在銷售保費融資計劃 用三成錢去買儲蓄保單張 就是7成 有啊 即是Premium Finance 我記得好像現在也有說這些 但可能它說過最低的投保金額會有少少要求 還有當中就涉及有些儲蓄 詳情的話就沒有好資訊 因為這件事其實十幾年前都有的 但這幾年就好像說多了這些Premium Finance OK 好了 再下去 那我就假設一樣東西 假設我買了新同機的股票 我當它的股價不升不跌 即是不要說 即是剛才有一個堂說它值198元 那我不敢說 我當以後都是90% 那股價不升不跌 我只要它的息 那它每年派息四個九六半 那我亦都當然了 假設四個九六半 就 這個息口不加不減 那一路排 那派人的股息我又一路再滾傳 再繼續買回新同機下去 那頭十年 我有1763乘10年買股票 第二個10年 9658乘10年 第三個5年 1705乘5 那我就有一個APP叫TVM TVM 即是計算的time value 的一個APP 一部計算機 你電話上找到那個APP 那我基本上是用這個TVM來計算的 那25年之後 若然它每年保持股價90.8元 每年派息四個九六半 這個Rate去計算的話 25年之後我大約拿著的股值 是53萬8207元 那如果用90.8元的股價計算的話 其實等於我差不多拿著5900股的新同機 都是啦 新同機500股一手 你不能拿著5900股 但是我們純粹計算而已 那還有新同機 你不能一年11000元去買 新同機500股現在90元 一手45000元 但是我純粹只是計算而已 行不行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東西可以考慮 你只買一隻內銀也可以 內銀現在的優勢都差不多有五六厘 即是隨便很多選擇都可以做到這個 好了 如果我真的25年之後 拿著5900股的新同機 以它每年派息四個九號半位來計算的話 我每年拿著5900股 乘四個九號半的股息 其實每年我收到的股息是29000元 那我會用這29000元 拿來繼續在我65歲之後 繼續買那份50萬 沒有儲蓄成份的人壽液保險 行不行 我反而推薦是沒有儲蓄成份的保險 加股票 這樣的方法去做 你要記住一樣東西 兩種分別其實很大 一份saving plan 去到我25年之後 其實我拿著的就是我的供款 即是我供了多少 我忘記了 供了38萬一 但是那一份saving plan 我真的保證得到35萬一千元 就是以一份儲蓄的保證 我只拿著35萬一千元 但是如果用saving 加 non-saving的保證 的話 25年之後我用新龍機 當然大家一定有的 assumption 我一定唯有assume 新龍機股價不變 派息不變 那我拿著這邊的話 25年之後我拿著的市值 就是53萬8千207元 的股票價值 的資產在手 每年去January的股息 29千元港幣 都是51萬 但是一個更加重要 有兩個更加重要的 point 是什麼呢 就是說 25年之後 我是拿著 50幾萬的資產 還有我還有50萬的保障 25年之後死的機會大 當然是25年之後死的機會大 是不是 真的我有什麼事不存在的時候 其實我的股票加上這份 plan 加上是104萬 但是拿著這份saving plan 25年之後 我其實是拿回我save的錢 根本25年之後 它都不是一份保險 這是第一個分別 保險的味道、容易 其實對於一份saving plan 隨著你的計劃一直走下去 它的保險的意義已經越來越小 因為你給的錢越來越多 OK 第二 彈性問題 你想想你中間25年 你要繼續供到這筆錢 你要記住你買一張保單 你不是只買給自己 而且50萬不是多的 可能你買100萬 那一年就供3萬了 好了 除了買給自己之外 可能買給小朋友 買給你的另一半 這一年你使用這些單上的使費 究竟多少 是不是 全部是用自己收入 硬掘去pay這些單 做一個saving 其實極度不折 但是如果我拿著股票 和non-saving 的一份保單 中間我真的經濟上有什麼手緊的時候 我明明不買股票 我只是給那份saving的保險頂著才行 到之後鬆動的時候 那我就再買新鴻基的股票 你中間有個彈性 還有中間你真的要liquidate 我真的供都供不了 我要拿新鴻基的股票出來 隨時沽出街 你就收回足個錢 但是那份saving plan 基本上你是沒有錢收得回 尤其是投資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致命的問題 有幾多人可以guarantee 未來25年一定會供得到這張單 就是說買樓 因為你要住 衣食住行不包括保險 衣食住行是四樣東西 但是你不包括保險 但是保險我又要再給 衣食住行我又要給 我給到多少 但是供樓我怎樣也要頂住 是吧 頂不住我就買樓再租樓 極其量是這樣 但是這份保單 你要guarantee未來的25年 你都給到這筆錢的話 不是一件任何事 但是我有一件事 銷售的過程 就是這樣說 我做銷售師 他說 陳先生沒有東西假 其實我看你份工又這麼穩定 你自己又這麼有能力 其實未來的25年 我相信你也有這樣的能力 都是供過1000元左右 他也沒有意識推你 隨便便買 所以中間來說 其實要留意 我覺得不是這樣 所以最後這個朋友 跟我說這張單 他到最後都說 都是1000元一個月 對他來說是濕濕碎 我說其實真的很濕濕碎 但我不可以讓人知道 買這些垃圾 不如這樣吧 每個月我請你喝一次酒 那會不會好一點呢 到最後我真的直接倒下 我認識了很多年 但我也覺得 不知道我怎麼說 總之我覺得這件事 不應該做的 我自己就 無論誰都好 跟我說 我也是不會做的 那我就直接倒下 就沒有買到 但之後我拿回這個提案出來 其實當時我回到家 拿著提案 然後自己再想一下 如果我買一隻這樣的股票 這樣收息 然後買一份沒有儲蓄成份的偽質 究竟又會有什麼情況呢 其實我得出來的結論 根本就不需要做這些 OK 那有些人就說 你很年輕的 很便宜的 不關事 你很年輕也是這樣說的 你自己用回同樣的方法做比較 你很年輕的時候 二十多歲 買一份有儲蓄成份的保險 和你買一份沒有儲蓄成份的保險 保費都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我自己剛出來工作的時候 我二十三歲左右 我買一份十萬元美金的人壽保障 沒有儲蓄成份的 一百元港幣一個月 便宜到這樣的 但如果你是買十萬元美金保障 是有儲蓄的話 八百九百元左右 那為什麼我把八百九百元 我自己去投資 是不是 好了 數字的東西 我不知道大家聽得明白 之後嘗試拿提出 大家比較一下 我只要用股票投資 配合沒有儲蓄成份的保單 一起去做 好處是彈性高 增值空間較大 剛才同學說完之後很開心 新鴻基原來的資產值值一百九十八元 很棒 後期保單是真正保障的意義 就會浮現出來 意思是什麼呢 二十五年之後 我拿著股票五十幾萬 我另外還有一張單是五十萬的保障 我就繼續用股息去買保險 那我真的有什麼事 有什麼冬瓜豆腐 我死了 我危疾什麼都好 我就把我的股票 和我的危疾的賠償 給我家人 我就留下百萬給他們 公文碼大很多 但關鍵就是選股票 如果在這個過程 你每年剩下萬一元 你就去買一隻二十八元 買一隻阿里巴巴 我真的幫不了你 那個位置 這是理財的概念 但更加重要的是 其實對我來說 理財的重心 其實是股權投資 即今時今日 過多三五年 十年可能情況會不同 但對我來說 現在這一刻 一定要想股票 你沒有什麼好想的 為什麼想股票呢 股票的循環短 我可以跟你說 每一年都有好股票買到的 每一年都可以想的 但是你說買樓 那個循環太長了 如果在座有朋友 和我差不多年多 或者三十多歲左右的話 你未必再看到 你在你還工作著的時候 是有機會樓價回到2003年的水位 對不對 總共回到2003年後 是30年之後的時候 那個循環太長了 未必等到 這部分我們明天會很詳細說 因為樓價過去20年的升幅 實在太驚人 但是租金的升幅其實升得很少 不是很少 是遠遠追不到樓價升幅 所以變成你問我 其實租樓還會買樓 今次今天 這個我明天再詳細說 但是第一件事就是說 用股票配搭沒有儲蓄成本的保單 彈性大很多 增值空間較大 當生同 mete 真的好像同學一樣 降到一百 不要說上去一百九十八 pokemon 後上去一個百八十塊 閃 Pardon 閃閃然後我再找另一個 收息股再買 到那時 我收的息就是 然後他真真正正正正在在保管我 儲之前的股票和其他 見多墅值 很難搭 反觀是很低即 儲蓄保單不加價,當是儲錢,又不加價 你就當逼自己儲錢,都是這樣銷售的 人們就當賣錢,不儲,你看不儲,喝酒又喝了 你為什麼要說,就算了,就買了 不買1500也買800,是嗎? 不是銷售的,當年 好了,但其實第二個點,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背景公司其實是道理不早死不早病 你遲死遲病,背景公司職賠給你又不用想 不會浪費人力物力去檢查你這個案子有沒有什麼問題 即是你買人張單,第24年死 你工的錢差不多和賠給你的錢差不多 是職賠給你,不要浪費時間 因為背景公司收了你回來的錢,不是放在銀行收息的 他們是再找資產管理公司,把他們收回來的錢再去投資 所以我計算這24年以來,每年他們正常的話 4、5厘的回報就不會掉 那他每年拿4、5厘一直複式滾傳下來的話 他的Return已經遠遠高於賠給你那5萬元 所以他很快就會降水給你 還要和你倒下最後的項目是什麼呢? 還要倒你未來25年,手頭會有不成的因人 即是我覺得這些儲蓄補得好,很煩,很邪惡 少少邪惡,總之沒事的 攤出來,你怎麼interpret,你怎麼分析 你分析錯了,或者你自己覺得不太正,你買了 那這個是自己決定 但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完全絕對沒有半點而考慮的空間 好,看看和我兒子說什麼 Premium 一定要用儲蓄補得好 因為你那個一團職業的長度 不要緊要啦,這些是沒有那麼執著這些位置 即是Premium Financing 也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動作 但大致上,就是一般 因為我們都是很general 一個理財的方向去看這件事 那我想大部分在座這百多位的余會者 其實我想你們都接觸過 即是身邊還有一個在左近的 總有一些在附近的 那你當然會有一些人會 會approche過你,給你一些提案 給你考慮這些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就 自己可以留意一下,好嗎?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究竟你們是不是這麼想 就交給你們 好,第二類 因為投資商連保單更死 投資商連保單就叫unit linked policy 1999年開始由本公司引入 我覺得是最邪惡的產品 為什麼呢? 可以基本上加了保單的包裝 其實你可能可以給你選擇的基金 可以有三四八個給你選擇 好像很厲害,很專業 那看來真的好像很厲害 哇,這個 又有保險的產品賣到 又可以有一些投資的東西可以做到 很闊巧,很正 那好像是這樣 但是它是基於基金的管理收費以上 用保單包裝 OK? 其實跟你直接買基金來說 是沒有任何分別的 但是收費就多了一層 那個就叫做保單管理費 尤其是一些有年份的保單來說 就更加更加厲害 就是國普號都有這些產品 不知30年,25年那些 它就叫做年份 好了,那這些收費呢 即額外保單管理的收費 再加上在股市低迷的時候 你又好等錢花 你又要提款的話 你將會出現一個極度意想不到的損失 這個很難說的 當然你想想最等錢花是什麼時候 通常是市聚不行的時候 經濟聚不行的時候 你才等錢花的 即市也好,上到三萬點 你份工又不斷地加工 你又不太多等錢花 你打算再加大儲蓄文化就真的 是不是? 所以當使費再加上 你在一個不適當的時間 做某些事情的時候 基本上你的損失會更加大 好了 一般來說 這些unit link的 policy 間間都有些不同 只是說大概 通常初十八個月或者二十四個月的工款 放入一些叫account A的地方 十八個月打後的工款 就放入account B 這些是account A、account B 是什麼來的呢? 這些就是除了基本的基金管理收費 保單管理費其實我也不知道管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管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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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坦白地說 其實這些保單管理費 已經去了中介營金 這些保單管理費有多少呢? 都是那句 每個產品都會很不同 但是其實 你買了一張單 你一定有些文件會收到有解釋的 但是說完之後 其實你也未必知道說什麼 一般來說 就用你每年的公款金額 去計算保單管理費 收費 多少呢? 多一句 每個公司的產品都不一樣 那我就很難逐個逐個說 我也不知道這麼多了 但是當年我們管理的IFA IFA IFA就是independent financial advisor 其實就是一間博客 說得好像冷靜一樣 而這些所謂的佣金是怎樣呢? 我打一個比喻 12年前 現在2022年 12年前2010年左右 一份月供一萬元 30年的 我們叫做投年險 即是投資雙年保險 投年險 月供一萬元 30年到期的一張單 假設簽了回來 交給貝影公司 貝影公司 貝影公司批了 當年貝影公司是一筆個出用金 給一間經紀公司 經紀公司怎麼派來給行業 經紀公司自己搞定 你猜猜有多少 一份一萬元的公款 30年期 一筆個派下去究竟有多少呢? 如果我開始工作藝術 貝影公司幾年 這個問題我不敢回答你 即是你說咳不咳這些 我不敢回答你 這件事我真的 我回答你 咳咳咳了 買了你一份 怎知道 一咳咳之後中了藝術 我又不敢說 你一定要自己做了比較 你自己 我給你一個方向 你自己去想 因為怎樣決定 真的要交給你們自己去想 否則我覺得太多 就可能會累了你 好嗎? 即是我都很明白 一定會遇到有同學會問這個問題 但我真的沒有敢亂回答 所以我只會把我自己當初 為何我轉換我這個 認識了我25、26年的朋友 即是我人生過了一半的時間都認識他 那我都要轉換他 那為何呢? 後來轉換他之後 我就說算了 我公司的NPF 別的 什麼保留帳戶 什麼勞保 找你弄 我不管的 因為那些一定是局局做 但這份單 我不可以讓我兒子知道 買這些垃圾 即是我直接這樣對他說 所以這些 你自己先比較了 你自己慢慢想 不要聽我的答案 好嗎? 你自己可以想一想比較一下 第一年的功夫 50%說你又可以知道些 但這些不是這樣 是一筆過 將這麼多年的用金一夜 全部丟進去 年金的伏少很多 我覺得可以的 但我自己就少想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人生的計劃是怎樣呢? 我是想著拿著大概三千至四千萬的股票 這些全部都是以收息為主的 當中還有一點的銀碼 就丟進去其權上面玩 我自己大概這樣 因為我覺得 有些什麼事 說不定的 疫情也有這麼多人走了 我也可以走了 起碼我留下了一句說話 這些股票你不要亂沽 什麼時候要沽 當它的價格到哪裏 你要沽 再找哪些 很簡單兩天 我已經教得好 那些年輕人 他們怎樣處理你的錢 當然了 你死了的話 應該這麼說 你第一人給的錢 你不是給那個年輕人 是給那個配偶 對不對 叫那個配偶不要給那個年輕人 一定是的 千萬不要懶惰心 有個朋友跟我說 我會不會把那層樓轉給兒子 我千萬不要 你還想一家人和諧生活 大家經常坐下吃飯 你千萬不要做這個動作 用不需要這樣 什麼不用 一定要不要亂來 我知道 如果我不在的時候 我留下這些股票 把這些股票交給他手上 他們收住的股息 即是你朋友收住這樣的股息 他每個月 可能都有二十幾萬在手的時候 怕什麼 是嗎 方向我覺得是這樣 年金我覺得問題 不是很大 是可以的 但是腰我就沒有很詳細地這樣計 但我自己覺得 如果拿著股票收息的話 一般來說 有一個增值空間之餘 我亦都可以變身 我亦都可以很快脆地佩戴了它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對我來說 可能有朝一日 我會光顧一下年金的 但是我覺得還未是現在這個階段 好了 所以 你慢慢猜一下 佣金是很驚人的 一次過給了三十年的批准給你 所以佣金是驚人的 佣金驚人又怎樣 佣金來自哪裡 你自己想回 佣金根本來自保單管理費 是不是 基金經理又基金經理收 反映在基金價格上 而經紀的佣金 上線的佣金 公司又要賺的錢 究竟從哪裡來呢 其實就是你的保單管理費 三十年累計的保單管理費 是非常之恐怖的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想 只買基金投資的話 我自己覺得 你就去一些純基金買賣的平行買賣就算了 即是你純粹給那個 基金的管理費 或者可能有些資金會收到 它就在基金價格上反映 就算了 這些你自己看清楚 因為他有表現給他收 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 你那個 不必要的洗費 是可以完全避免到的 所以 這是我自己覺得 是最邪惡最邪惡的一種產物 我不知道誰想出來 很絕 即是你把佣金公司這件事 一卡下去 就變成了一張保單 其實跟分審的分別 基本上就沒有 但是駕床碟屋 收多了很多的保單管理費 然後派到哪裏呢 就派到整個公司 很多東西就分了 但是對那個客人來說 其實很致命的 即是剛才這個例子 其實是說的 那個佣金是 很多 總之很多 我不知道怎麼說 沒有說那麼多了 算了 過去了 現在不行了 現在佣金公司 派這些佣金 不可以一筆過牌 即是以前我們這些叫做 Advanced Payment 一次過 你拿官的客人 月供一萬元 供三十年 他就一次過打下來 但是現在就不可以這樣做 好了 第二個理財的陷阱是什麼呢 人 面對所謂的權威 最難說就是說No 你面對對面的銷售人 你覺得他很權威 為什麼權威呢 我們做銷售就是這樣 一坐下來 其實不是跟你說單 其實這張單 我想是最後十分鐘才跟你說 然後簽名的 即是這些 即是當打分享一下做銷售的經驗 都是這樣的 那他說什麼呢 說在公司做什麼 最近公司有什麼 他去哪裏旅行 給他上去看 有空買一些手信給他 類似是這樣的 就覺得你做得好碰一下 那就是權威 我就覺得 我們無論說 不要說買不買什麼單 你無論什麼事都好 面對權威 你都不要盡信他們 是不是真的好碰 甚至是醫生 我也是這樣說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那些針抽裡面的形態出來 種菌 都是水泥而已 沒有東西 然後我就說 醫生怎樣 你覺得是尿酸 現在是怎樣 什麼都驗不到 我說你覺得是什麼 其實有時候 尿酸發作的時候 你抽出來 都可能驗不到尿酸 我就說 那就是 驗到有就是尿酸 驗到沒有都是尿酸 有可能的 那就行了 麻煩你 沒有結論 我可以走了 是啊 他這樣 他都很無奈 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 我們面對出來的權威 他們都是他們自己的盲點 更甚就是 他們的利益 他們的利益 可以從他的利益出發 還是真的從你的 standpoint 去想 因為他又覺得 做了這件事 對你來說沒有壞 你就做一下 但是對他的利益來說 也OK 就是我希望大家 大家 成熟聽我這句說話 我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而這個是大家 不要說做這行 做哪個行業 其實都會是一模一樣的 總之 我建議你做了這堆這樣的事情 對你來說也沒有壞 還有我也要做一個 Diagnosis 你也要做一些check up 他完全絕對沒錯 適合守則 但是到最後 其實是完全可以沒有任何結論的 那面對這樣的權威 那是不是有盡信呢 到最後很有趣 到最後我就去 那些國貨公司買了一些中藥 買了一些藥丸 吃完之後 其實就沒什麼事 其實 其實懷疑中醫的角度就是所謂的濕氣場 去濕去完之後 其實一年都不知道有沒有撤痛 他解決了這麼多事情做什麼 當然有些人就說 有些西醫未必可以這麼處理到一些慢性 或者一些條理的動態 但是 用什麼一題都好 我覺得 我覺得凡事即使面對的 是律師好 會計師好 什麼都好 其實你自己都要由心中那把尺去讀一讀 究竟什麼叫對 什麼叫不對 應該要怎樣做 好嗎 好嗎 記住幾件事 不要因為你說那個人信得過 沒有人信得過 自己最信得過 認識了很多年 他不會害我的 有時候不是他害不害你 是他害了你 他都不知道 他未必知道這件事究竟有多邪惡 他都不知道 不好意思推了 什麼叫不好意思推了 我就推了 不如我每月請你喝酒 當然了 之後他已經沒有再找我喝酒 還浪費時間 向我這些人身上煲沒有米粥嗎 那就沒事的了 記住理財 第二個項目 理財是自己的事 自己必須要對自己做的所有決定 負責 不要委過於人 最近你聽有位藝人姓陳的 就說什麼 又說什麼 經紀不知道他簽什麼 死簽難簽 簽完之後 就發覺什麼錢都沒有 沒有成千萬那個 其實很有趣 你不知道簽名是有責任的嗎 你經常就說簽了都不知道簽什麼 又被人騙又被人問 不要經常說那個騙字 每一件事攤出來就是這樣 什麼叫騙呢 那件事自虛烏有 根本不存在 他叫你簽了這些應用 但原來他代了你的錢走人 這些就真是欺詐了 這些就當然是刑事 當然不要做 但是 有時候你講那張單的演繹 那件事值不值得做 怎麼供了張單十幾年之後 斗領都不能拿回來的 你看到的 我信得過去我才這樣做 你不要將自己的疏忽 毀過於人 你自己都有責任 你要看清楚這件事 OK 但我講那麼多話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呢 不要白白浪費了自己 最黃金歲月的時候 資產的增值 這些地方基本上 你不用擺在這些產品上 你死的機會極高 OK 好了 最後還有一個項目 反而就是說 我講到好像 你從事這個行業的人 很封敗 我不是這個意思 反而我會這樣 我自己都從事過 金融、地產、很多不同的行業 以前就覺得自己 這個工作好像很有光榮 很有光環 可以幫助人做一個儲蓄 買一份保險 然後有些同事分享 幸好這個客人有買保險 他現在就賠了一張帳 公司賠了給他 幸好而已 我覺得自己的工作好像很有使命感 但是其實 現在自己再回頭一望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就是你會認識到很多人的相處 或者人和人之間那種利害關係 反而我會這樣看 這個經驗是很難得的 但是極其量 只是一個賺取收入和經驗的工作 我現在再看回 不要太神化這件事 第二個點很有趣 我自己經常都這樣說 風平浪靜的日子 即不是現在這些疫情 百業蕭條的日子 最多人被人告破產的 從事什麼行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覺得 尤其是從事保險公司的經濟 真的要很小心 這間本公司沒有什麼好人 我很直接 這件事我也希望你們明白 真的 怎麼說呢 如果你說 其實本公司為什麼覺得你是一個人才 因為他想用你的網絡 用你的網絡去銷 但是用你的網絡去銷 他用金也未必能撐住你的生活 所以他就給了一些所謂的 其實是一些金融 但是一天你會離開公司 什麼原因 他是會追回你的 追回你的 就是他看合約 但是他是有權追回你的 那些金融 我也看到有些個案 就是什麼呢 沒事的 他看到你代他的免費 就是你代他的免費 代五萬元一個月 一年六十萬 兩年八二萬 好了 但是你四年來你不能離開 到第三年他開始來了 出數 怎麼出呢 這個月你要做到多少 無法完成公司這個目標 我又出了警告給你 出了警告之後 兩個月之後再不到的話 就解僱了你 解僱了你 就是一個問題 不是的 你過去兩年 代了別人的八二萬 你要按一個比例 做一個賠償 那這些就是 如果將來我的兒子 告訴我 他想做經紀 我會跟他說 你先拿一份合約過來看看 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的話 你只要想清楚 就是說得逐點這樣說 你被人抓住了 就是別人叫你做什麼 你就要做什麼 加你的目標 就加你的目標 不到就動來 那是不是真的需要這樣呢 那我覺得 從此兩行業的朋友 都值得留意一下 即是你做一間broker 可能還會好一點 即是 本公司 量度的其實都不是一些簡單的數錢 即是他們一定計算過數 這個你真的要留意一下 好了 甚至乎有些例子是什麼呢 面對出數壓力 即是不斷死出難出 再出不到就解僱你的了 那不少從業員 挺而就驗 挺而就驗 挺而就驗是包括什麼呢 夾了一個客戶的保費用 偽造保單文件夾 都有 剛剛早幾天看新聞 判了有兩個偽造保單 騙容金的 那 是的 判了四年多還是三年 即是有這樣的情況 又值不值呢 自己要 即是自己要小心 不是說什麼 自己要小心一點 所以我經常這樣說 就是從事保險行業 地產 地產我覺得好一點 地產就是中介 就是拉攏買賣的 但是有些 地產經紀我聽他們說 其實都很慘 怎麼慘呢 他做美麥 美麥那間 突然間有一晚老闆 十一點鐘 召喚了全天人去 老闆在深井的家裡開會 晚上十一點多 你不到就即是炒 高責 即是那究竟是否還要這樣呢 保險從業員 以前我是做經紀的時候 我不明白為什麼 遲到上班要罰錢的 為什麼我不是僱員 我找生業 你怎麼罰我錢 為什麼我遲到要罰錢 即是很多這些 考納名目的地方 又鬱下你水 很討厭 很討厭 所以我覺得大家 即使從事這個行業的朋友 你當這是一個工作 但自己都要小心保護自己 但你從事的工作 就是第四個項目 你從事這個工作 始終是一個無根的中介工作 什麼叫無根呢 其實你的價值就是銷售 你不是一間貨品公司 你不是有一個本業在你背後 你從事這些無根的工作 其實不是一件這麼安全的事情 即是 舉個例子 我經常說 你趁自己還年輕 還有能力的時候 想多一點點東西 去發揮去做 那管做什麼都好 正當生意 是一盆生意 你是將你的價值 反映到那盆生意裡 的話 就已經是一門好的決定 即是據想說 我開一間餐廳 這個都是一門有根的生意 我做的這間餐廳的食品是很特別的 或者我生產某些東西很特別的 或者我教其權 我教這個方法是很不同的 這些都是一門有根的生意 但你做一些無根的中介工作 其實你是極度被動 再加上現在的資訊科技這麼發達 你覺得真的有朝一日不能取代嗎 其實我見到很多從此韓國人 即是有些朋友說 不是啊我老弟弟都很棒的 我住山頂的 真的我經常打個比喻這樣說 黑社會大佬就永遠只有一個 拍車仔又到處都是 是不是 即是究竟有多少個可以成功呢 即是你的entry point 已經不是他當 即是你現在的entry point 入場那個時候 不是他當年入場的時候 即是兩種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在 所以變成是否真的值得這樣去想呢 理智要考慮 所以我就這樣說 趁著現在還年輕 盡快找一盤屬於理智的生意去做 或者處理好自己的財 即是做好自己的投資 一定要做好這件事 很多時候見有些以前的同事 即是做保隱的同事 即去到現在四五十歲五十多歲 不知道做什麼好 公司又不要你了 你又開始沒有生意了 然後他說想轉行 轉什麼呢 做保安 做地盤 不知道做到什麼 因為你再學到那些skills 其實是不是真的可以 拿到出來去再走另一段路呢 不是一件這麼容易的事 所以我自己覺得 從此這個行業的朋友 都值得深思一下 對不對 即是一份工作 我覺得沒什麼 即是你儘管做好你的工作 但是我想在中間來說 你要做好一點的計劃 不要覺得這份工作是值得你 行一輩子 OK 好 大致理財的角度 我覺得是這樣 記住驚訝的 第一一定要收支平衡 一定要做到這件事 這件事非常之重要 第二件事 你要開始做一些投資 那些投資要穩健的安全的 不要輕易輸掉本 一定要有現金流回籠 第三 面對所謂的理財 很多不同的產品 你要小心一點去處理 基本上我又不多 我會買保險 保險一定要買 很重要 要不然你儲得這麼辛苦的股票 購買一聲看病 做的手術 就全部沒有了 所以這個風險管理是一定要做的 做好這幾個步驟 經歷碎絕的洗禮 一路地儲一路地鍛鍊下去 當你有之一日的工資 再加了的時候 再儲多些 買多些好的股票 一直儲下去 其實我想用這個方法去做 就可以避免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我講的那些 拿著三百萬 剩下七八十萬的股值 那些這樣的情況出現 也不會突然輸到什麼都沒有了 也不會把你最黃金的歲月的時間 放進這些產品上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獲得一個感覺 以上的想法純粹是我個人的經驗所得 我不知道能不能幫到你們 但是我儘管看到的我就會這樣 好 先看看同學朋友有什麼說 陳先生想問一下 為什麼每個月收支付十六 為什麼不每個月 不會不會不會 絕對不會這麼做 如果十六股價不變收期權金 應該更多於利息 或者為什麼不買價 不會不會這麼做 這個是涉及其權的 相對複雜的 現在有些時間說幾句 記住一樣 不要每個月只做索普 這些我們叫做Nicked Shot 即是Nicked 不要這樣做 真是死人 Nicked Shot 不要做 即是只Shot 不要做 記住不要做 求你不要做 你當我求你 好嗎 不要做 很多人死在這個位置 即我都講了很多很多很多次 我們SDU的同學 即因為我們有些單對單的 coaching 令到我認識深了那個同學 他們的情況是怎樣 原來2020年3月 2020年3月全世界有事想得很厲害 美股日日跌到平市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2020年3月急跌的那一刻 很多人輸多於7位數 我認識的同學 只做Shotput 未上我的課 想完我的課 我也跟他說 你不要做 但有些課很有趣 想完我的課 依然都只做Shotput 他仕著一件事就是 我夠錢接貨 不要有這樣的想法 千萬不要 你一下Shotput打下來 你已經出事了 舉個想法 有隻日生活跡升上85元 你做Shotput 他就在這個位置一下減牌式 對下來 一對對到81元 OK 你不是馬上接到貨的 是你的對手行駛你 你才接到貨 你才有空間做Shotput 所以你這些位置是站在那裏 而且你整筆資金是鎖住了 所以我不建議這樣去做這個動作 真是你想做Shotput的 下跌浪分的浪分去做 OK 這是一個風險管理的問題 第二就是 因為我們有時候 我們都要想一些方法 去處理我們手上較大的資金 如果你說你這個Case 你真的想 你要想一件事 我們量度過股息率 現在這個位置是值得入的 好了 如果你做Shotput 做完之後 新鴻雞升上115元 其實你就沒有了這15元的升幅 Shotput贏盡就是時間值 你要記住我講過 七成的體息 三成的體價 你會失去了賺價的機會 所以我覺得不需要這樣 大膽做事 這些位置我會大膽做事 但是我會看著腰 作為我最後的救生圈 就是我看著腰在這裏 有什麼事 我收到5厘色、6厘色 我用什麼怕 就放在這裏 OK 所以不要這樣做 因為SDU同學 我認識有10個書 多過7位數 有一個在我面前說到哭 真的說到哭 上年我跟他講到哭 他說他都不敢告訴我老公 很可憐 就是屈住屈住 那我可以做什麼呢 我唯有做聆聽者、社工 但是你知道到最後解決問題的 永遠都是自己的 所以不要做這些動作 不要 雖然坊間很多人教別人這樣做 但是你當那些人不懂 不要理他們 David 我買股票輸了幾萬元 幾萬元這麼少 所以沒有信心再入市 請問現時再入市 是否好時機 有沒有一至兩隻股票風險 第二 我看看明天再回答你這個問題 因為明天我們集中會說物業股票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我的立場是什麼 我的立場是收息第一 賺價第二 當你把收息放在第一位的時候 你買這隻股票的防守力是極高 我明天給你看回 就是說我由前年 其實由前年開始買 買財染開始到現在 其實即使上個星期跌到一萬八千二 其實不是很多隻要輸 有一隻要輸的 但其餘全部都是賺的 我覺得OK 就是穩穩的 收著息賺價去做 所以你一定要明白 就是我給不到那種很高興的感覺 即是我是穩陣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大駐出手 大駐出手當然要穩陣先 所以變成我的立場是這樣 我的價值觀是這樣 首先你要想清楚 這是不是你想要的東西 是想要的東西 慢慢再想 好嗎 即是我們明天再看看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漂亮的股票 可以再看看 好嗎 好嗎 再下去看看有什麼同學 先說話 想博16升值 他升值我開心 不升值我沒有感覺 我再回答你 我看重的是那四個教育官的不懂 如果預了一筆錢 做回對等的份量 做Shopput 不是的 我經常怕股票一抽水就沒有你的份 不如正正經經買貴了算數吧 是嗎 反而我覺得你剛才說的一個項目 就是Long Call價內我認同 反而我覺得Long Call價內更好 好嗎 即是可以趁他現在這個位置 即是我想說我做的時候90.8 90.8公司Long Call 85 必要是我要貨 我可以隨時要貨去行使要貨 如有筆錢去買股票的 我覺得反而做Long Call價內會更好 做Shopput OK 因為Shopput 所以他抽出去那一刻你沒得分的 你Long Call價內有得賺 這是一個很大的分別 我不是說賺價 不重要賺價 其實對我來說都非常之重要 你不賺這個口價 我怎樣將我100003.3上6.6 你3.3不想3.6 他怎樣上6.6 所以我都需要賺價 我才可以有效率地配搭我的investment 如做期權一般看到 其實做多久 很難說的 我們 如果你說港股 其實你做積月下月 其實已經盡了 有些同學會做到很長 但是很後期 可能做到6月 但我覺得沒什麼必要 第一 港股來說 一去到後月其實都沒什麼成交 抹價也會闊助 但也好看你自己做期權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通常是 我自己分得清清楚楚的 買股票收息 做期權是賺他的大單邊 爆章數 贏一個7位數的回報 我才肯收手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的 所以我只是說 我不會做得太長遠的 期權通常是即月下月就算了 2020年3月的股票 也輸了 哇 30個 幸好是之前賺回來 期權金 之後不敢做太多了 有錢最多都是接貨 不是被人家賺 沒必要 真的不要做太多這些動作 我只想穩定收息 好 明天分享多一點 好嗎 我們可以多說一些 就是你看回我 當時做的股票的股價 相對於息口來說 其實我根本就是 看中的息口為主 息口是7成 賺價是3成 但是當你做的息口漂亮 你的價格通常不用點捏 很快會升 升多少呢 未必升到很驚人 很坦白地說 正如我問 匯豐會不會升到250元呢 很難的 就是你如果玩到匯豐 玩到一些派適的股票 大家會多一點 從間公司的 Fundamental 盈利的角度去出發 反而升得很瘋的那些 就經常講的PE 那個行業究竟那個空間有幾大 會有很多這種角度去看這件事 但是那些派適的穩定股票 相對來說 未必能夠給予這些 所以如果你的想法 都是說 我也是以收息為主的 那明天就密切留意了 我還要告訴你 我們買過什麼股票 給你一個參考 好 好 接著 今年3月做長和 就試過了 正股價 53元 我看升 做了short put 55 所以我兩個話盤 因為不想用那麼多 本金買正股 現在正股升到58元 想起來 其實那時候做long call 更好 對 就是這個位置 即是你short put 其實我們之後有些期權的課程 會教一件事 short put 價內 其實是不及long call 價內的 這個你慢慢再感覺一下這句說話 short put 價內 是不及long call 價內的 不要因為有錢收就這麼開心 關事 OK 好 那就回答了這些問題 很多都涉及股票或者其餘一些東西 理財這件事其實是一個概念 也滿滿的 但是 滿的東西是你們打底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不要忽略這一步 這一步是保你們 保你們的命仔的一個很重要一環 所以不要放下這個理財的重要性 投資的東西我們慢慢一步一步做 甚至乎明天的課 基本上你都知道一個很穩健的投資 大概怎樣做已經OK了 接著再follow我今天講過的這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未來你 當然我都是那句 軟水不能夠近況 你今天沒有錢花真的沒有人幫到你 你唯有多打一份工 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做的了 如果有機會的話 但是你說兩三年三四年之後 可不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呢 用這個方法慢慢做 慢慢儲回錢 慢慢做一個投資 你慢慢感覺到那個好處是什麼 可能過多三年四年之後 你會發現原來我就這樣儲下去買股票的錢 每年收的股息都有百萬元 八萬元我不敢說 算多還是少 但是除了一個月 其實差不多六七千元 只要我duplicate這個過程 duplicate這個動作 兩年三年兩年三 一直這樣duplicate下去 甚至如果一些股票升到一倍 半碼的話 其實你很快脆 你已經可以用股票的股息 慢慢取代來工作的收入 OK 好 看看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多謝大家出席 看看還有什麼問題 miss了前半部 不知道有重溫嗎 我們會錄了拍的 我們會把錄了拍的這段影片 我們會看看今晚 還是之後我們會再一次過丟上youtube那邊 好嗎 那你們密切留意吧 好嗎 好 多謝大家今天出席 剛剛好十秒 夜時間控制做得不錯 OK 好 明晚我們再見 明晚很簡單的就是 你去到今天的email 那個link按下去就可以了 你喜歡出席哪一段的 就隨時按下去 你明晚要再出席的 就去email按那個link 後日想出席的就按回 或者後日我不想出席 我下個星期二想再出席的 就再去那個link 按下去已經足夠了 好嗎 OK 好 多謝大家 早點休息 最重要是保重身體 希望我明天打完針沒有東西 好 多謝大家出席 之後再見 明晚再見 拜拜